稍后这个李扬军跟我们谈一些 这个技术上的一些这个细节 你看这个杨老师 这个AIT的处长孙小雅也受邀关理 他说对台湾的承诺又是坚弱磐石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日本 还有这个韩国也派人来 特别是韩国 之前这个前线不是说就有协助 当时这个消息还走漏 对不对闹出了好大的风波 学者接种也说 前线最重要的战斗系统 其实是来自美国 所以最后呢 我们到底能够造几艘 取决于华府 最终同意要出售几艘 据说这个华府对于台湾花大钱 盖这个是有意见的 严老师 第一个据说 我觉得民进党 大概在这个时间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转移 一些其他的这个批判的一些焦点 还是说觉得希望 透过这一个能够让他们的选情 有特别的一个振奋 但是民进党常常在 很多我们过去包括雪碎啊什么等等 这种所谓的几次的剪彩 几次的好像开幕 我觉得这是常态 民进党是常态 就是他觉得 我只要能够利用这个画面 我们讲到 Optics 这个镜头 有看到什么东西 都是加分 所以这是他们的想法 那也不管说到底这个是不是 真正的好了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他们一切东西是选举考量 而不见得是到底真正有没有 会不会露出马脚 然后有没有邀请真正是专家来看一看 好像都不是 然后这个也不让真正的人看到很多的部分 那我觉得你这样点点多多常常 可是在同温层里头很有效 在同温层里头有效 可是碰到外面 外面他们就说这些人就是 就是看不得我们自己做得好 唱衰 所以就会有一些批判 其实我觉得我们公开都是好事 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在学术界化 论文也要公开 没有几个人的个资像教授一样 从哪个学校毕业在那个网路上面 全部都查得到 你政治人物查得到吗 有的时候查不到 我们的全部都是一项一项 我们的毕业的年份 哪个拿学位的年份 然后我们每个出版的作品 全部差不多你都要写上去的 所以民进党的想法就是说 他只要混过去 让大家觉得好就好 而不需要把所有的细节都让大家知道 因为他也觉得说 你外界一定会批评 那他隔壁要给外界看得到很多的东西 我想这个是他们的心态 志祺杨君 我首先大家看一下这杯水 大家如果应该有这个经验 如果说是我们把筷子插进去的话 会发生一种折射的现象 对 看起来像歪的 其实在海水也是一样 我们讲说海水抓浅见 浅见在下面 我放声纳下去会有一种折射 那这个折射距离到底会有多远 跟水的温度 盐分都有很大的关系 在温带地区来讲的话 大约是100公尺 如果船大概100公尺以下 它就会有折射效应 那船为了让自己安全 不要让伸纳抓到 它必须要潜到100公尺以下 这是温带 如果寒带的话可能要更深 所以因此来讲的话 以现在科技技术 你那个船壳的压力 最少要承受住在海底100公尺压力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要发展出高耐钢 高耐钢来讲的话 现在有两种 我跟各位讲 第一种叫做 现在包括日本 澳洲 英国 意大利 这些国家所用浅见的钢 叫HY80 最多到100 最多到100 也就是说它可以耐到水底下 是300多公尺都没有问题 它可以承受到这种压力 包括美国的海狼级 这个也是HY100 或到130 更高等级的这种钢 来制造海狼级的 海底攻击型的潜力 但你知道我们今天 我们自己本身用这个叫什么钢 叫做HSLY100 HSLY100的钢 那这种钢是跟谁买的 我们不知道的 但是为什么要用这种钢 那用这种钢 当然它可以耐压 可以更好 状况可以更好 可是问题是说 现在连美国都不敢用这种钢 它特别明文规定说 在这个压力壳之外 地方你可以用 如果压力壳之内 你现在还不要用这种钢 但是我们现在用这种钢 那用这种钢 造船就会造出什么样的船出来 第一个 我们现在你问台船 这东西你自己都可以去搜索出来 台船没有焊接能力 就这个钢 你要焊接 你必须要有特殊的这种 技术 还有特殊的这个 这个工具 以及它的特殊的这种燃料 你才可以把它焊接起来 如果说你没有这种特殊技术来讲的话 你焊接起来会有漏缝 所以这就是漏缝 所以出现了这样凹凸不平 然后焊接好像是有缝隙的感觉 所以我自己是认为说是不是你在焊接的时候 你我们自己 那这次焊接是谁来焊接的呢 其实不是台船来焊接的 是请外国的技师来焊接的 海坤 请外国技师来教我们台湾台船公司来焊接这种钢 你刚刚讲这种钢 你说美国不用嘛 对不对 不是 它有这种钢 但是美国自己认为说 这种技术还不敢很成熟 所以他们没有用在他们的潜艇上 海狼级潜艇 它在不是压力 不是重点的地方 不是承受压力的地方 它不用这种钢 它还是用原来的那种材料的钢来焊接 非重点地区 它可以用这种东西 这种钢算是怎么样 算是比较贵的吗 比较高级的吗 它可以耐压性比较好 耐压性比较好 但它算是一种新材料吗 对 是一种新材料 新材料 那我们台湾这次来用这种钢做潜艇 等于说我们当全世界的白老鼠 我们全球独步 对 全球独步 全球独步 所以今天除了那张照片 还有这张照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看见以后都奉饰这个样子 那你说这种船 你可以让我们海军官兵 到潜艇里面去 然后下潜吗 你是不是就为了自己宣传 所以你现在 我严格怀疑说 你不敢到水里面真的下潜 是不是因为这些刚才的焊接 你没有办法达到一定的水准 所以造成这个 如果说你焊接没有焊接好 我们要知道焊接好 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 比如台积电到亚利桑那设厂 对不对 他们不是说美国喊缺工 台积电从台湾派工去 派的就是焊接工 它那个管线 因为里面都是这个 很多都是那种 就是高酸 或者高碱的这种酸的气体 所以它必须要有专业的焊接工 要有制造才能去焊接那种管线 那潜艇也是一样 你今天我们自己台湾 你自己第一次发展 我当然很赞成国建国造 这东西是非必要做不可 但是你有没有必要说 当全世界的白老鼠 用这种钢来做 那我们台湾有没有必要说 下潜到这个四五百公尺深以上 那是核子前线才有需要吗 如果你没有需要下潜到那么深 你为什么要用到这种钢 另外我再讲一个 就是说这个 这个雨管发射的雷 它是意大利跟德国合作的 但是美国的雨雷 所以我们台湾这种也是拼装货 是意大利设计德国来安装的这个雨雷 那现在我怀疑它用国旗遮起来 是不是这孔形钻好 六个发射孔形钻好 可能都还没钻好这个孔 就是雨雷发射管的孔还没钻好 另外你说这个 就是我们讲潜望镜 它是电子潜望镜 但是很电子化的东西 电子化东西我们都 我们都制造一件基本的尝试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说到台积电 或到这些电子工程去的话 你一定要穿上防尘液 才能够进得去 所以这个船在封装之前 它一定要做除尘 把这个空气里面的 这种灰尘都除干净 不然对于高精密 高敏感的那种电子仪器来讲的话 你若有灰尘的话 就会损害到它 那现在这个船还没有封装起来 你想想看 有多少的装备 还没有装进去 因为你还没有封装嘛 可见你还没有封装 你就一定还没有除尘 你还没有除尘你很多的这种 高敏感性的电子仪器 包括潜望镜 潜望镜他们也讲了啦 其实已经明着讲了 你在网路上都可以找得到 美国现在为什么说还没有装 它本来就还没有装嘛 因为它还没给台湾嘛 还没卖到台湾来 它说因为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它这个潜望镜 它名称叫L3 电光潜望镜 它要到明年才会给你台湾 那很明显这个东西都还没有装上去 那鱼蕾我们现在怀疑 它这些东西可能都还没有装上去 还有建委部分 我们就会讲建委的车液 那这个 它这个设计成一个X状 以前都是那种垂直状嘛 它还装成X状 那我们要知道 以现在的反潜作战来讲的话 你一定要一种叫做 绝气的推进 才可以静音 达到静音的效果 但是我们这艘潜舰来讲的话 目前是原型舰 它用了还是传统的螺旋桨 也就是它声音会很大声 很大声 而且它没有装 你看它外面 它没有装 很大声它的隐蔽性就不好 隐蔽性就很容易被抓到 还有它外壳它没有装那种 就是防噪音的壳 它没有装 现在这外壳 所以它为什么不让记者进去拍 就是如果说 以现在新式的潜线来讲的话 你外壳应该是 要装防噪音的壳嘛 所以这应该是要装 但是还没有装 就参数举行这个电力 我自己是怀疑说 原型舰可能 没有预留这种设计的空间 那会不会在第二艘以后才装 因为以现在的潜线来讲 你一定要有这种防噪音壳 没有第二艘 没有第二艘 有啦 它不知道都有八艘 2025是1加2 把原来那两艘升级 那新做的只有一艘 那另外还有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做的东西 譬如说是 现在来讲 共军他们的潜线都是用泥电池 我们都知道泥电池是最简单的 但现在这艘潜线用的还是千酸电池 那你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今天 你为什么不让记者进去拍 进去那个 是不是你的这个根本鱼雷管连洗孔都还没有洗出来 然后你的潜线那个潜望镜根本就还没有到货 然后你的尾巴推进你的系统 你是不是有噪音过来 还以噪音有多大呢 就是你他们那个餐厅里面 吃饭如果作战的时候不准吃饭 为什么就怕你脚根掉到地上 掉到地上崩一身 可能上面就抓到 被发现 对 上面就会发现 所以那另外我特别还要再说明一点 就是说如果说以解放军现在 它最新的反潜的军舰来讲叫054B 054跟054B多了2000吨 4000吨变6000吨 但是它的垂直发射系统还是三射矩 它增加什么 增加它甲板的面积 它甲板面积原来是反潜机是直尺的 直尺就是比较小型的反潜机 飞的距离比较远 它能够带着深水炸弹或鱼类也比较小 但是它现在就是 我就是把甲板加大 可以带两艘直尔石 直尔石类似美军的黑鹰二石 也就是这个 就是黑鹰二石那么大的飞机 它可以带更强的这种深纳 可以带飞得更远 也可以带更多的反潜的深水炸弹 或者是反潜的这种鱼类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们造可能有问题 而且你成军之后 你是不是还能够应付共军的这种反潜作战 其实这都是很大一个问题 太阳星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有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